平时在家做功课念佛 应该如何念才如法如理呢 在家做功课 一尽量不要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 自己可以安排空闲时间 可以早起床 可以晚睡一会儿 但是家务事尽量不要受影响 那如果家人不理解呢 要尽可能沟通好 不要让家人因此产生误会 这个是前提啊 有了这个前提之后 那我们念经念佛 安排合理的时间 什么叫合理啊 保证自己每天都可以做到 因此在家学佛 尤其是还在工作的朋友 不建议早晚课时间很长 不要时间太长 除非周末时间空闲 那么可以加一点时间 平常呢 时间不建议太长 那我今天有空的时间呢 空的时间可以临时加内容 但这个不作为常规看待 至于念什么经内容怎么选 因人而异 念佛同修 我们直接了当 就是念一部阿弥陀经 或者念无量寿经都可以 念完就念佛 佛号多少 看自己时间长短就行了 加念观世音菩萨 按这个比例算 就是一千声阿弥陀佛 五百声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必须这样呢 不是必须 就是我想念观世音菩萨 那在念佛之外 可以加念观世音菩萨 我就单独念佛呢 可以 各位 因人而异 念佛法门 重点就是 持念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始终不会改变 至于其他的 因人而异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个人理解不同 斟酌 斟酱就可以了 没有尽管 等会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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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